这铜锅炒肉 您给炒 好的 师傅 那个阿波 喂 铜锅鱼 您给炒 好的 师傅 哎呀 我来 等会儿 肉瓷切细一点 哎呀呀 好 这吃饭了 我跟你们大伙说啊 这两天生意不是太好 大伙都精进点 看两天出什么错 好 师傅 面前 面前 那插烧 他那包子怎么还没拿来啊 知道了 师傅 快点 快点 这就是山植物的后厨啊 果然是老自豪 还是挺有条理的 各司其职 训练有素啊 摸摸蹭蹭的 快点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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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什么 牛师傅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没你的事 一边带着去 师傅 肉瓷的车到了 怎么才来 那堵车嘛 那没办法 五十条动羊腿 自个儿搬着 我一个人 你没看见我都忙着 我有空 我去帮你搬吧 行吗你 牛师傅 我去帮他搬羊腿 牛师傅 那我去啦 好 嫩着点啊 嫩着点 好了 师傅 哎 好了 快啊 快到了 快到了 快 faster 快 快 Zither Harp 何总 我以为会议是没人的 我换一个 来来来 有人啊 我疼你了 何总 您找我有事啊 你知道吗 刚才工会那些大姐们在八卦你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 还不就是我大不单身这点事吗 那些大姐挺热心的 你找了好几个年轻貌美的姑娘 我看着都记不 何总 您重视的 我一定会留意的 嗯 何总 这个就是您给我找的女孩啊 那上面都是我管辖范围之内的 餐饮的品牌线和食品厂 及去年他们的年度业绩报告 我需要一个干将来帮我 然后从我的分红当中 每年有百分之五拿出来奖励的 如果您需要人手 您可以去找高总 然后再用高总来分派任务给我 你有没有看过美国好莱坞拍过一个电影 名字我记不住了 讲的就是一个男下属 爱上了一个女上司 女上司还挺漂亮的 两个人死去活来了 后来结果有点不堪 女上司为了摆脱这些麻烦 差点杀了她 一个悲剧 女之间产生感情这很正常 但是你想想想你这么优秀的 那么多漂亮的姑娘 她等着你去选择 何董 如果董事会认为高雅她不称职 会改选您为董事长 还真有可能 所以 韩总 何叔也早 在啊 我正跟她聊着高尔夫聊的信息 你给我打断了 算了 可能我给我介绍的 我一定会特别注意 那就好 介绍 何卿 我正好要找你 我要跟你说 你还是抽空空最好去看看李居良 看过很多回了 再看看也不多嘛 好吧 素食不要忘了 刚才给你提的素食不要忘了 你看 我更高兴我们俩 最好的例子 身体力行 我们来推广 我们来实验 感觉非常好 很清爽 你试试看 别忘了我们先聊 何叔慢走啊 何总 杀了半辈子生了 还 看起来吃死你 我没疼 杀身 谁杀身了 不能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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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醋 什么东西啊 何总让我去相亲 相亲 怎么着急找我什么事 说真事 林小爷被偷拍的那个事 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关系查一下 狗仔的事可能会比较难办 需要有点时间 还有最近你们要多小心 他们那帮人没节糟的 好 不劳你费心了 有我姐好吧 谢少 杨大厨 来 怎么样 今天 什么东西啊 这么傻 你掉羊圈里下了 我背道是有点大 我先走 恶心 你别闻啊 我竟然搬了几时掉羊腿 累死我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今天第一天上班吗 你没有被牛师傅赶出去 已经不错了 哪里不错了 不是来当厨师的 又不是来搬羊腿 我不是都说了是第一天吗 你第一天搬羊腿已经不错了呀 而且 你主要是没有证明给他们 你的厨迹在哪里 你们要证明自己 你要证明自己他就 你说我被劳伦斯先生骗了这么久 我今天还有机会扳回一局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原来看你上当受骗的样子 我特别开心 你耍我是不是啊 其实呢我早就想通了 今天师傅能让我搬羊腿 有朝一日他就会让我煮羊腿 将来这几十条羊腿 就会成为我成功入胜的垫脚师 而不是半脚师 小时候没见这么唠唠到头的 小时候我还没见你这么吞吞吐唠 行 今天看在第一天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但是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再骗了 我的骗数没你高 杨 杨小柔你会天天搬羊腿啊 他要走就让他走啊 你又把他请回来干什么 做事情摇摆不定 让人觉得你成不了大事 姐 咱不是说好了要共同进退吗 再说了人家从小就生得咱爸妈厨艺的真传 从小不是做饭挺好吃的吧 还有我觉得山之屋要想好了 他没他不行 高兴 你摆明了要和我作对是吧 不是啊 我怎么会跟你作对呢 我只是觉得啊 我不想让山之屋毁在别人手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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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高总 你说你看个病人都能这么磨叽 不是 我是不能了解一下你们公司员工的 那个医疗保险情况吗 既然你请我当了顾问 那我是不得结成为公司服务呢 是吧 高总 走啊 姐 来 李叔 您就安心养病吧 费用的事您不用担心 这位是东方律师 有关保险方面的事 他会全权帮您处理 如果不够的话 由公司来负责 李叔 我是高兴的死党 有什么事您就尽管吩咐我 对 找他就行 高兴 高兴 你们两个 都是好孩子 我有些事情呢 不忍心瞒着你们 李叔 您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啊 那个杨晓柔 听老牛说 他 进后厨了 李叔 是这样的 他是杨大厨的女儿 从小又都跟着我爸妈进后厨 所以对山之屋的菜品也比较了解 我让你们叫他走 可你们就是不听 他就这样留在山之屋了 而且和你们走得又那么近 李叔 李叔 您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不懂 李叔 李叔 您慢点慢点慢点 别动 我去叫带吧 江医生 李叔 親人家 亲人家 带来 医生 你快看一下 我看看 放松 放松 你们先出去吧 放松 放松 不好意思 让一下 走 走 走 姐 这怎么回事 你说说说说这么激动啊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杨小柔吗 是啊 杨小柔怎么了呀 大夫来了 F 病人出现老义血症状 估计有根血管破了 必须马上手术 好 来 手冲阑珊 查到我冲咖啡的技术有没有下降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喝 咖啡豆原本的香气都没有释放出来 手都剩了 你别跟我说你没尝出来啊 陆大小姐 你日理万机一年能冲几次咖啡啊 差不多得了 每件事情都那么要求完美 别人怎么活 高雅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我都要求完美 我觉得你活不守舍呢 烦心事太多 真的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说呀 我帮你处理 高总 谢谢 陆总 师哥 这么客气呢 来 坐 不了 你们聊吧 我先出去了 他 别勉强了 工作时间 他向来都是这么谨慎 那也不至于这么客气啊 你知道吗 上大学的时候 他可是高我两届的师哥 当时很多女生都喜欢他 后来我出国读研究生 还听很多人聊起他 只是没想到这一回来一看到他 比以前更帅了 更有男人味道了 这是分子料理总厨的候选人名单和资料 你看一下 怎么 这么力赞我的部下 对他有想法 你可别闹了 他可不是我的菜 不是 高雅 你不是感觉不出来吧 我们这种人 感情是不能受自己支配的 好好好 我们不聊这个 听说那个庄妮是不是回来之后 闹得很厉害啊 搞得你很头疼 何止是我呀 高兴更头疼 本来高兴接手山之屋就很仓促 他哪有装你懂路数 更何况 现在还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猪一样的队友 你是说你们家那个亲戚吧 从小住在你们家那个 他不是我们家的亲戚 只是 爸爸比较看好他 遗嘱里面也要求他进入山之屋 估计是想要助高兴一臂之力吧 但是 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 爸爸的判断力 好了 好了 你就别瞎想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凡事都会有个解决办法 这个策划案我会好好看一下的 希望可以一炮而红 解决你其他方面的压力 来 我再尝尝 陆氏咖啡 陆氏投意和我们共同投资分子料理 这样资金方面就不愁了 先进还真是照应 但是运营毕竟是我们方山做的 分子料理最怕的就是不接地气 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 多做军伦品赛会和调研会 山之屋 大排档起家够接地气了吧 现在还不是因为不够高大上 所以也拼不过子余轩 分子料理才是最高规格的餐饮 人们的品位在提升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速推进 不能再犹豫了 要是董事会再次服务 你怎么办 所以我拉陆炫君进来啊 你可不要小看了炫君 他是陆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业内行家谁不给他几分面子 为了拉陆炫君进来 我连筹码都想好了 筹码 不好意思 我 我不该问 其实 告诉你也无妨 是你从小就和高兴玩得特别好 如果能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 我就高枕无忧了 高雅 这样不是期待欢喜吗 高兴他 他怎么能是筹码呢 他是个大男人 他是有情感的 你怎么就知道高兴的情感 不会发生在炫君身上 像炫君这种 要家世又要能力的女孩子 高兴没有理由不喜欢 你会不会觉得这么做 太不尽人情了 像我们这种家庭 有很多事情 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 炫君总是一口一个 诗歌诗歌地喊着你 我以为他对你有意思 但是刚刚 他直接就否认了 要不然 把你们两个缩合在一起 你一样也可以成为我坚实的后段 医生说手术挺成功的 只是他现在身体比较脆弱 所以一直没血 你不要太担心了 我听到方琪说过了 他这次情绪激动 又是因为我 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之前就认识他 不是 那就好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医生不是说了吗 这个肿疗压迫着李叔的脑部神经 所以他容易情绪激动 也许他可让谁都激动了 也许吧 去哪儿 去餐厅 嗯 走 走吧 小阳 谢谢麻烦洗一下啊 我说你这小鸡子 还能接着多久 对 不好说啊 看他还挺能熬的 说不定啊 还真能打动师傅 牛师傅呢 把这个给收 找到小姐 好 师傅 师傅去冷革公室找谈了 把那个五分钱回来 好 那你等他回来跟他说一下 昨天有几周客人说 红烧鲤鱼的鱼身太肥了 比较腻口 对 你们今天注意一点啊 对 对 好的 好的 张姐 放心吧 那个后面进去 车车车车车车 来 把那个车车上了 三桌 要注意一下 那边一直留过的 看看这边 今天的姓吴的 看一下 别搞错了啊 张店长 好久不见 对 你先去忙吧 好 怎么 山枝屋现在 已经不为客人提供入座服务了吗 客人 你们 是来吃饭的吗 大中午的饭点 不来吃饭来干吗呀 张店长 你不会 要把客人赶出去吧 那倒不会 只不过这中午十一点都吃午饭 是稍微早的那么一点点啊 大人 欢迎光临 我们一共四位 要安静一点的位置 好 请 快 阿布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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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康妮来了 就被山枝屋开除那个庄总啊 是啊 她不是在隔壁厅开了个子云轩吗 她来就来呗 不光她 她还跟着那个读舌评论家孙姨 我照片上见过我 我认识呀 可以 她怎么也来了 她来 你又师傅还没回来啊 没回来呢 小姐 我这时候打电话啊 等我啊 快去快去 这边这个时候不在 咋了 阿布 你又说我不在 你就是投过师傅 你顶一下 大家都听好了啊 今天来的什么人大家都清楚 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做好这一桌 干活吧 大佛 大佛 快点忙着来 阿长 阿长 把这太废了 快点 孙姨 您这位美食家大驾光临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们子云轩正在忙着开业演示 只好请您到这儿来去救一下了 哪里呀 我本来也没打算来吃饭 是受啊 几位记者朋友所托 要去子云轩啊 看看庐山真面目 是你庄总太客气了 这里也一样嘛 是的 是的 我也是承蒙山之屋多年的栽培 才做到了今天 营水思源 不过山之屋也挺好的 今天上午您看见了子云轩 还请个指教 你太客气了 总太好了吗 总 好的 中山导致 把中山导致上照顾 两个事情 好的 出发 好 准备入赛 师傅还有五分钟到啊 先顶一下啊 哎 阿虎 方师傅啊 这个 红烧鲤鱼还是你来吧 我来就我来 阿虎师傅 怎么了 赶紧看看这鱼 这鱼也太肥了 这怎么做啊 这谁挑的鱼啊 有瘦点的没有啊 阿虎 水探 来来来 看这鱼 这鱼怎么都肥啊 我马上去找这瘦的 别去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杀鱼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不是 这要是平常的客人你算了 今天来的可是那个姓庄的装作 那怎么办啊 一斤四点到一斤半的红烧鱼 你是知道的 这么肥怎么不早说 这 这也没超过一斤半 而且这一次的这一批鲤鱼 鱼油都是这样的 那 只能把鱼油给剃了吧 剃了 阿虎师傅 鱼剃了就破相了 那破相的鱼怎么给持平价端上鱼 对 走到这个节目眼了 你说怎么办啊 你说这师傅也不在 我说 快快快 停停停鱼油 可以用炸的 你说什么 咱们山之屋的红烧鲤鱼 一直都是用鲜煎的做法 来保持鱼肉的鲜嫩 但是这个鱼油太多了 吃起来会觉得很腥呢 如果用炸的做法的话 可以改变它的口感 而且使它的油脂部分更加香脆 对不对 你们觉得呢 你以为你是谁啊 在这招人做菜 我 厨房的规矩懂不懂啊 菜股上说怎么配就怎么配 师傅说怎么炒就怎么炒 啥子 那还是山之屋的红烧鲤鱼吗 可是那也得跟 什么可是啊 赶快把鱼油剃了 真的会碰坏鱼身的 不是 小柔你不用说了 你这方法根本就不灵了 那我们试试不行吗 这个鱼 师傅没用 师傅 师傅 怎么了 这 这鱼太肥了 我觉得可以用炸的做法 会比较好一点 炸 阿婆 我刀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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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刀呢 来 师傅 行了 老婆 哎 拿来煎你吧 啥了 师傅 煎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 啥了 师傅 我跟你们说啊 厨房有规定 菜品的出品 绝对不能轻易改变 你要耍小聪明 那就得失去顾客对咱们的信 连出品都不能保持稳定 拿什么保护餐厅的品牌和信誉的 听明白吗 一万说 小时候吃这个八宝鸭啊 觉得特别好吃 现在也不这么觉得了 是不是换厨师了 这个黄河的野生鲤鱼吧 虽然调味啊偏重了一点 但是这野生的呢 毕竟是野生的和饲养的 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可是我听说啊 今年这个黄河野生鲤鱼啊 由于水环的原因比较的肥大 好家餐厅啊 都是因为这个鱼油的问题而头疼的 这个鱼就算是鱼肚子的部分 也没有什么脂肪 他们家的鱼怎么就没有这么肥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听说呀 山珠屋的杨总亲自做正厨房 我们可以请他出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稍等 来 河野 我们来喝一杯吧 来 来 整点 你好 我是写美食评论的孙宁舟 这两位呢是我从北京带来的 专门负责旅游美食的记者 大家都是朋友 你们好 那个 我刚从厨房出来 身上味道比较大别介意啊 来 你们坐 这董事亲自下厨监督啊 真是难得呀 我呢 想请教你一下呀 今年这个黄河的鲤鱼啊 脂肪比较厚 你们是如何做到 这个鱼肉鲜嫩又不油腻的呢 这个 这是商业机密吗 需要我回避一下吗 不用 其实是我们牛师傅 我把鱼油给剃掉了 剃掉了 那这刀工可厉害了这是 完全看不出来啊 简直魁府神工啊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不过 我们子韵萱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炸 炸 那我倒有兴趣听听啊 食材会根据年份和季度的改变 而发生变化 野生食材更是如此 这是人工无法把控的 农家自己种的有机番茄 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 而大棚里出来的每一个都一模一样 但相比之下农家番茄有风味多了 我们做餐饮的如果过分追求标准统一 就等于放弃了天生天长的食材 但是 做餐厅就是应该讲究标准的 如果轻易地更改食谱那也不对 那如果我们进来的食材和之前不一样怎么办 子昀轩每一季都会推出推荐菜谱 每一季都会推出推荐菜谱 根据当年当时的实际情况 适当地调整烹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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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们也进了野生礼物 适当我们也进了野生礼物 只不过我们用炸 这样才能使油脂丰富的地方 更加地香脆 这个饮食观念不同啊 只有呢 适时适才地进行烹饪 这样才能赢得食客的胃口啊 对对对 杨总也是烹饪的行家 你怎么看 我 其实我也觉得 用炸的方法会比较好 其实啊 你们两家各有所长 尤其是你这个鱼啊 这刀工啊 确实是厉害 没错 所以你们的大师傅 真的应该更新一下思维 与时俱进吧 今天招待的真热情啊 谢谢你啊 您太客气了 孙爷 您可是八台大轿 都请不来个大腕啊 哪里 还望您多多美与我们紫云生 庄总 我们美食频道 想给您做个视频采访 你知道您就方便吗 当然方便 你们是没看见 他风头出得挺过瘾的啊 是啊 没来几天 师父说奸 他偏说杂 这哪合乎道理啊 当着外人面 还贬低师父 就是 也不看看外面来的是什么人啊 一个死对头 一个食评家 两个记者 不说我们山珠的好 还说我们不好 张姐 这让他当着媒体的面撒谎也不好 我让他撒谎了吗 看看人家那个装腻啊 拐折弯都要把我们山珠给比下去 逮着机会就夸他们紫云轩的好 人家那是什么 他处在那干什么了呀 去去去去 师父 师父 都别瞅着 别惨 牛师傅 牛师傅 我今天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鱼真的是 小杨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餐厅的后厨跟在家做饭的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我知道 但是 行了行了 这两天啊 你也挺辛苦的 真要把你给累坏了 这我们还赔不起呢是吧 是啊 我劝你啊 趁早回家歇着就得了 走吧 走吧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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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师傅 您别再向那高总撒娇告状了 我们的奖金都被扣光了 都指着养家吃饭呢 我们的小大尾信 怎么能给你这些股东比啊 不是嘛 我们这养家呢 你说的不容易 都闭嘴 哪那么多废话呀 干活 好 吃吃吃吃 这是MW做的一份市场调查 紫云轩在开业前一个月 一共做了两次网络直播的品材会 美食微博和美食公众号 一共发文三十多篇 重点广告页面就超过了五十多个 就连新娘杂志的封面 都给买了下来 更别说庄妮通过她的私人关系 和一些社交场合 发布的软件宣传 你看一下吧 这是紫云轩的宣传会记 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有野心啊 什么她都能做啊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 庄妮的新媒体一直还是非常强的 她知道自己的顾客是什么类型的 所以集中率很高 但人家这是对的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像我爸爸那个年纪 认识点熟客来蓬蓬炒 事运就能做下去 而且还特别心动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咱们就应该搞点微博宣传 来点微信公众号 线上线下多做联动 这些紫云轩就干得特别好 我们现在一点宣传渠道都没有 我们连个微信公众号都没有 渠道都没有 这个MW在这业内 还是做得很专业的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介绍给你 行啊 老哈 什么事你都能干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也跟我一样 我很老吗 老 见句话 问个这啥 何总上次给你介绍女朋友 想起了吗 见了吗 关这干什么呀 关心关心你啊 这男人不能单身太久了 容易出问题了 你看看我姐啊 就跟更年期道了似的 咱俩刚才在楼道里给她打招呼 连理都不 高兴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姐呢 什么 你们俩聊我什么呢 没什么 不 郑事 子韵轩 私事 相亲 相亲 谁相亲啊 何总啊给某些人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你看我干吗 我都没说你啊 好像听说已经相完情了 高总你看一下这个紫英轩的宣传会计 里面有照片 什么嘛 根本就不听我说 本来就是砸得比较好嘛 真是 凭什么说我不对啊 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行 为什么呀 是不是还会说的也有道理啊 我会不会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 好饿 不管了 先去吃东西 这个文件明天之前必须要给我 行 挂了 介意拼桌吗 不介意 老板 来碗牛肉粉 好的 来啊 是不是碰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韩总 你也来这儿啊 对啊 我经常到这家店里吃的 这么巧 你要是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 跟我说说 我 我没事 就算我帮不上什么忙 做个听众 也还是挺不错的 我 今天 我师傅 还有大家都觉得 那个鲤鱼用煎比用炸好 但是我却一直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觉得炸更好 可能我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我的想法 包括我的一些做法 会给人家带来的困扰 我是不是太固执了 会不会太自私啊 那 你是后悔没有听师傅的话 还是后悔说了实话得罪了师傅 你 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区别了 结果都一样 是这样的啊 别人越是觉得你没用的时候 你又要去证明你的价值 如果你在这儿什么都不做 没有人会说你说的是对的 为什么不接电话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也不想因为我的事情 而影响高兴和后厨的关系 那是证明 你想靠自己的能力来过这一关 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能自己闯过这一关 我请你吃饭 好 谢谢韩总 别人越觉得你没用的时候 你又要去证明你的价值 如果你在这儿什么都不做 没有人会说你说的是对的 说得没错 我凭什么要认识 好 阿辉啊 把上午要用的料 要炸的给我拿回来 我炸一下 好 炸师傅 炸师傅 好 牛师傅 昨天的事情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虽然您让我离开 但我还是要做一次红烧鲤鱼 如果做完之后 您还是要让我离开的话 我也不强求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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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des 我来吧 不好意思 胖了 谢谢 谢谢 牛师傅 我做好了 您尝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